民国102年9月9号 当年桃园县101学年度健康检查数据显示 有20%的中小学生体重过轻 为此桃园县府教育局 施办了为期一年的营养早餐研究计划 提供清寒学生以及体重过轻的小朋友免费爱心早餐 配合研究来评估早餐对于学生体格的影响 为未来推动县内营养教育作为参考 因为我们在这个健康检查的数据里面 发现一个比较惊人的事实 就是小孩子大概有20%体重是过轻的 那我们怀疑是跟吃早餐的习惯有关系 所以我们先试办一个研究计划 就是就弱势的经济家庭的小朋友 我们选10个学校先试办 就是提供一年份的营养早餐 然后来观察他们用餐以后 对他们身体体味的变化 以及学业的成绩有没有影响 当年财团法人九泰社会福利基金会 也响应了县府的计划 出资赞助来补助弱势学生的营养早餐费用 让学生能够安心就学快乐吃早餐 当年县内供有10所学校学生受益 那我们希望从10所学校来实验 然后让这些比较穷贵的孩子们 能够免费吃早餐 那家里环境好的 他愿意一起来参加的话 那这个早餐的规模就会扩大 扩大将来我想 有可能全县都可以参加 那有关于这资金的募集 我想社会企业本来对这个教育 以及社会的其他福利 都有一些应尽的责任跟义务 在学校吃早餐 我觉得很一样 上课不会卡了课税 又更健康 就可以让我提升赚助力 学校的汉堡还有意大利面 大口 当年桃源仙府教育局 学校营养师建议 本来让学生吃的健康营养 有五大黄金守则要注意 分别是以高鲜五股类食物为主 但奶类制品 适量的蔬果 避免油腻高热量食物 这是希望学生能吃的健康满分 帮助发育成长 记者综合报导